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三题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斩获两座《维尼斯金师》 与一尊柏林金雄 恩赐入围欧洲三大主竞赛 金马金鸡更是不在话下 甚至还拿过一回东京电影节的影帝 全面的让同行无路可走 我觉得金鸡奖是全世界最难拿的奖 我这才九个 曾几何时 业内说导演俩字 就是特指张艺谋 可见其行业地位 放眼世界影坛能达到如此成绩的导演都不算多 叫一声国际巨星 张导是接得住的 我可拍个电影 改开以来 中国电影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 张艺谋都是深度参与的领军人物 俗话说 有多少人喜欢你 就有多少人讨厌你 他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中国导演 欲棒相伴 圈内圈外 口水无数 然而张导数十年如一日的埋头苦干 有奖就拿 有错就认 现在年逾期时 依然倒更不错 他是打心眼里喜欢拍片子 过去五年上映了四部新作 抽空还搞了一下冬奥会的开闭幕式 心里之旺盛 让年轻人汗颜 中国影坛头号干地 当仁不让 本期我就把张导的电影生涯 进行时间线梳理 好作品咱不吝惜掌声 拍烂的也无需避讳 让你全面的认识 这位东方大帝孕育出的光影之子 1950年张一谋出生于陕西西安 原名张一谋 一字取继承先人遗训之意 张家在当地也算是大族 满清时祖父曾担任一县之长 大伯二伯 毕业于黄埔军校 曾在国民党任职 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种家族黑历史 让张一谋处在不安的生活气氛里 自然养成他内敛刚毅的性格 60年代末 18岁的张一谋 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 到黄土高原的农村插队 三年间他见识到真实的农民生活 无心中为后面的作品积累素材 70年代初返程后 张一谋到咸阳第七纺织厂当工人 工作枯燥无聊 便在母亲的支持下 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 花鸟鱼虫 视尽百态 无所不拍 后来小有名气 经常被报社采用 应有画画与摄影的技能点 几年后张一谋被调去了工艺组画图样 这几双袜子就是张岛的早年作品 眼睛一闭一睁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27岁高龄的张一谋 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但一抄零被刷了下来 他没有放弃 在厕所改造的暗房里 精心冲写了40张摄影作品 加上一封情词恳切的信 寄给了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震 接下来张一谋撞到一个史诗级的大运气 刚恢复高考录取秩序比较混乱 群众意见很大 黄震部长亲自过问 刚好看到张一谋的信 觉得小伙子业务能力确实不错 不应因年龄的限制措施人才 于是特批张一谋进入北电 这次实力加运气的双重buff 彻底改变了张一谋的人生轨迹 否则他现在可能只是西安城里 一名普通国营厂的退休职工 加摄影圈的老法师 入学北电摄影期后 张一谋把原名里的遗字改成了E 表明星象艺术之决心 求学期间张导苦练内功 1982年毕业分配到广西制片厂任摄影师 彼时港台都在搞新电影运动 内地年轻的第五代们已跃跃欲试 时任广西厂的领导韦毕达是真给机会 1983年让四个应届毕业生挑大梁 拍摄了抗战题材电影《一个和八个》 开国内风气之先 导演张军昭 美工何群 张一谋和肖峰任摄影师 故事讲述一位落难的共产党员 以坚定信念 赶召一批作奸犯科的匪徒 同巴勒军一起抗击日寇 剧情中规中矩 他的革命意义在于视听语言 此前学院派的主流是众叙事而轻表现 一个和八个完全野路子没有假锁 四个年轻人大胆实验 尤其是摄影格外出挑 实景自然光高反差 逼色的封闭空间 雕塑般的轮廓线条 诡异的构图把人物压在画面的一角 黑白的浓烈对比如同版画 此前的中国电影从未如此放肆过 我来背他走 我当过拔头工人 绝不会脱部队后腿 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争议 业内老师粉们大发雷霆 骂年轻人不讲武德 然而却获得年轻观众的追捧 反复修改后总算通过 成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 俗话说不求一帅 但求一怪 张艺谋的摄影处女作 谈不上金氏骇俗 但绝对够吸引眼球 凭本片拿到了几个技术奖 算是在业内打出了名号 不久张艺谋转去了西安制片场 与老同学陈凯歌西北会师 1985年 他担任陈凯歌的导演处女作 《黄土地》的摄影师 这将成为第五代导演 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电影改编自作家柯兰的散文 《深谷回生》 讲一个巴罗军战士到陕北搜集民歌 将古老的歌谣重新填词 鼓励人民抗战的故事 80年代初 百废带新的文艺界非常流行寻根主题 一批在上山下乡大潮中 度过青年时代的知识分子 开始聚焦孕育中华文明的乡土大地 在同样采取逼人的陈凯歌手下 张艺谋的摄影仍然是大大的加分项 在村民其余的段落 继续采用失衡构图 用镜头诉说人类在造物主面前的 渺小与倔强 张艺谋的摄影思路是动静结合 绝大部分时间机位是不动的 像个宝金风霜的老者凝视人间 而在打妖鼓等段落采用手持 极致的静与极致的动 形成强烈的张力反差 另外黄土地已显示出 张艺谋非常喜欢大色块 尤其偏爱高宝和红色 这是影圈里公认最不好把握的颜色 一年后 陈章二位才子又合作拍摄了大阅兵 讲述国庆典礼前选拔阅兵战士 虽然是主旋律 但是二人还是弄出了新东西 张艺谋大量运用逆光与过曝 展现角色的彷徨焦躁 与雄装的队列形成对比 由于全员老爷们 有几段视听的设计颇为暧昧 国外的影评人 一度以为是一部同性恋片 让陈海哥惊掉了下巴 大阅兵是陈章二人最后一次合作 从此分道扬镳各自冲 张艺谋此时也是摄影界的大拿 打算自己当导演 谁知命运开了个小玩笑 时任吸引厂厂长吴天明 看中了他的西北硬汉气质 大手一挥 小张啊跟我去演电影去吧 于是从没演过戏的青年摄影师 张艺谋成了老景的男主角 领导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得行 这是个荒诞又残酷的故事 黄土高原上的老景村 足足未被打不出一眼火警 仿佛魔咒一般 穷就是原罪 身在十里八乡比试炼的最底层 村里的青壮年连媳妇都娶不上 张艺谋摄影的孙望泉 是老景村里的能干师生小伙 还参加县里的水文地质学习班 历史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 帮全村人逆天改命 望泉喜欢青梅竹马的 知识女青年巧英 可为了帮弟弟筹措彩礼娶媳妇 被迫当了寡妇喜凤家的倒叉门女婿 某天瓦景时遭遇了事故 望泉与巧英被困在地下 自觉命不久矣的他们 终于如愿做了一次临时夫妻 两人幸运被救后 日子又恢复了往常 最终在全脱热的努力下 终于攥出了一口活水井 老景同样是乡土浓郁的民族寓言 村里万古流芳的石碑上 刻着衣装装为修井而牺牲的悲惨往事 他们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 为自己 为子孙 田命无数 也得把井给打出来 这是中华文明 生生不息的象征 影片拍完后 导演吴天明 又所获的十万奖金 为拍摄地所在的村子 真挖了一口井 老前辈的格局 让人由衷赞叹 另一方面 老景也有个人情欲的一面 缠闷压抑的环境里 透射着人对两性关系的渴望 片中的情爱暗示很多 导演一定程度将打井 与性的出体验 隐喻在了一起 望全演人是人生赢家 喜凤和巧音都爱他爱得要死 镜头下的张艺谋 是古铜色皮肤的健壮汉子 堪称黄土高坡上的纯玉戏顶流 同学们给评评理 是不是秒杀现在一众小鲜肉 所谓大巧不公 完全靠本能出演的张艺谋 怎么也没想到 玩了个票竟然红了 不光国内金鸡百花奖杯拿遍 还一举夺得东京电影节影帝 这是中国首位A级影节的影帝 这波跨界老毛子赢麻了 俗话说 不想当导演的影帝 不是好摄影师 1986年 张艺谋在人民文学上 看到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 红高粱后两眼放光 萌生了独立指导电影的想法 当时也有数位导演在联系版权 据莫言回忆 第一次见到张艺谋 觉得他特像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 让同样出身农村的莫言很亲切 聊了几次版权搞定 筹拍重中之中是选角 男主于战敖 给了福荣镇里展露头角的姜文 女主九儿经过层层筛选 22岁的中系女学生巩俐胜出 自此开启了新图 莫言坑着坑着写了六万字的剧本 而拍的时候 张艺谋毫不客气 删减成了两万字 加入了很多二次创作发挥 红高粱称分说明了 为什么导演是电影的核心与灵魂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山东高密 姑娘九儿被父亲包办婚姻 以一头骡子的价格 卖给开烧酒作坊的麻风病人李大头 九儿自然一百个不情愿 随身带了把剪刀 甘愿鱼死网破 出嫁的那天 教夫问憋着坏 用颠叫的方式捉弄新娘 教夫头子余战敖是各中高手 拱火不嫌事大 冲着新娘一番闹 这场戏剧本里只有两个字 张艺谋生生的折腾出五分钟 怎料路上偶遇劫匪 余战敖将其制服 阴差阳错 跟九儿看对了影 婚后回娘家的路上 被余战敖一把掳进了高粱地 搞生物科学实验 九儿躺在歪倒的高粱上 掩然一位赤红色的地母 情节没有情节 唢呐一出就两个字 浓烈 中国电影从未有过的浓烈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走到哥哥的心坎里头 接下来李大头不明不白地横死 九儿成了烧酒作放的新主人 一番曲折和余战敖终成眷属 高密盛产高粱酒 某天余战敖喝醉 往新酿的酒坛里撒了泡尿 居然成就了远近驰名的上等佳酿 九儿将其命名为十八里红 没过多久两个人的孩子出生 此时日本侵略者来了 为了替抗日的伙计罗汉报仇 九儿拿出了上等的十八里红 为勇士们送行 冯高粱并不是个显实故事 某些桥段颇有魔幻主义色彩 里边的角色没有读过什么书 他们痛快地生 壮烈地死 没有一丝仇怨之气 在命如草芥的年月 一曲祝酒歌 构划出血色浪漫 家国情怀 喝了咱的酒 一人战斗 请伤痛 张艺谋在《红高粱》里 大胆甚至肆无忌惮地运用红色 仿佛一切都浸泡在血液里 争讨着生命的荷尔蒙热度 极致及风格 这样的红高粱把全世界都看傻了 在1988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一举摘下金雄 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最高奖项 除了张艺谋 几个主创包括姜文 巩丽 摄影顾长卫 原著作者莫言都连带的火了一把 一炮而红让张艺谋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他想拍一个城市题材 最初看上了王硕的玩主 不巧版权已被米家山要走 投资方的钱已花出去好几万 只能硬着头皮与好友杨凤良合拍了一部商业枪战紧匪片 二年代末可流行那种bububub的娱乐片 别看投资小格局可挺大 聚焦恐怖主义袭击 因为台湾企业家乘坐私人飞机去韩国 途中被葛优为首的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劫持 你瞅着倒霉名字 他们的宗旨是国党共党一起反 本来挺顺利 可队员脑残 一梭子打坏了飞机的控制设备 只能迫降在北京郊区 葛优要求台湾当局释放组织的大当家 求锤得锤 北京与台北通力合作营救人质 代号美洲报 当时两岸处于蜜月期 紧扣时代脉搏搞了个海峡一家亲 剧作上严格遵循好莱坞类型片范式 但是细节写得太粗 拍摄的更粗 统共就一个场景 警匪在机舱内外反复拉锯 为省钱高层斡旋的部分 采用纯种PPT手法糊弄过去 风格一锅乱顿 夕阳下的直升机应该是山寨了现代启示录 只是BGM放的是流行歌 巩力饰演被恐怖组织利用的护士阿丽 算是最出彩的人物 还有头发的葛大爷转型演汉匪 展现出优良的可促性 不过他一本正经的发狠 还是让人想笑怎么肥四 不要打脸 张一模在后来的访谈中坦言 那时不太会把握类型片 对代号美洲报的品质并不满意 算是导演生涯的第一次翻车 不过据说票房还算不错 为吸引场小争了一笔 此时张导与巩力的恋琴 闹得沸沸扬扬 香港著名动作导演程晓东 顺势打包邀请二人 出演奇幻片古今大战秦永晴 估计是看了老景之后 对纯种西北汉子张一谋印象深刻 演个兵马俑再合适不过 这个故事高情商的说法叫天马行空 低情商就是瞎逼胡编 说秦王嬴政遭遇刺杀 将举蒙天放挺身救驾 被提拔为始皇心腹 随后蒙江女和方氏的童女 东尔一见钟情 偷尝禁果以欺君之罪赐死 东尔暗中为蒙江女吃了长生不老药 跟着殉情 蒙天放则被装修成了兵马俑 勇士镇守黄陵 转眼过了两千年 民国时期 东尔转世为疯疯癫癫的女演员朱莉莉 在目睹了凶案后被人算计 稀里糊涂的掉进黄陵 无意中惊醒吃了长生不老药的蒙天放 两人再续前缘 同时也卷入到江湖追杀之中 程晓东把文艺片大抖当成武打明星史 敢想敢干 脑洞确实可以 古今大战情影情的幕后全是大咖 音乐黄瞻 特效徐克 导演程晓东 编剧李璧华 将奇幻 穿越 爱琴 动作 警匪等元素一锅乱顿 反正市场上什么火就加什么料 堪称三十多年前的超级缝合怪 拱力一人分饰两绝 从纯情到风批的转换让人信服 张导的憨直长相反而挺适合角色 在飞机上的那段打斗 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可看作是热恋期 张拱二人的情侣秀 俩人的CP还挺好磕的 特别是赐死泥风前的西别 配以叶倩文的名曲《焚山以火》 也算一代人心中的经典瞬间 表演终归是玩票 演完了兵马俑 张艺谋重回文艺赛道 导出一部颇具写点气质的局斗 电影将视角对准了中国电影 不太多件的题材 情欲 据说张导为汲取灵感 特意学术观摩了50部情色片 甚至吸引了导国投资 SM 偷窥 乱伦等限制级元素 一音俱全 我记得特清楚 当年供应时 以少儿不宜为宣传噱头 我们这种小屁孩一律禁止入场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 一家南方染房 老板杨金山是有生理缺陷的变态老 为延续香火 常在人贩子手中买媳妇 数年来已折磨死了两个 这次花大价钱买来了局斗姑娘 杨金山的一直天青 是个年近40的光棍汉 听觉视觉遭受了双重打击 金虫上脑焦躁难眠 常从小洞洞里偷看漂亮的 省省局斗洗澡 局斗洞悉一切 却安兵不动 在封闭压抑的环境下 二人逐渐产生感情 某日趁金山不在 浴火焚身了 张艺谋深谙血液之道 君子坦淡淡 不如琵琶半遮面 那一条条扯下的染布 就足以让观众心跳加速 不久局斗怀孕 杨金山以为是自己的种 高兴得不得了 为其取名为天白 与天青并列 取清清白白之意 儿子成了兄弟 讽刺之拉满 不久杨金山遭遇意外 下肢结瘫 天青和局斗干脆不演了 让这老变态 亲睹真一家三口的甜蜜 然而一切只局限在 小小的染房 孩子一天天长大 外界的流言蜚语 日渐增多 狗活的金山 也时刻想毁掉他们 张艺谋用一个 很黄很暴力的 限制机壳子 表现封建礼教 对人性的戕害与吞食 天青和局斗 是靠性来反抗父权的 逆行者 但在强大的宗法文化下 仍不可避免走向 生理与精神的双重毁灭 金山的葬礼上 天青和局斗 重复了49遍党观仪式 让人触目惊心 局斗入围 嘎那主竞赛 并提名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2017年 诺兰来华宣传 敦克尔赫时 直言最喜欢的 中国电影正是局斗 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对比红高粱中的 浪漫主义 张艺谋在局斗里 基本采用写实风 染房里色彩多变 映照着人物的复杂 他开始真正 像一个导演 而不是单纯的 摄影师那样去思考问题 红高粱里的人物 快意恩仇 而局斗是一碗浓稠的胡拉汤 所有角色都被绑住了手脚 身陷命运不可自拔 此后张艺谋进入创作快车道 开启了无比辉煌的90年代 1991年 大红东楼高高挂问世 他可以看作局斗的升级版 继续用惊悚感十足的视听语言 开足马力 批判吃人的旧社会与旧思想 电影改编自苏同的小说 七切成群 将场景从江南搬到了陕西 集结华语影坛的梦幻班底 从主咖到配角全是戏骨 并利用胡耀贤担任监制 这是我心中 张艺谋状态最好的作品 行义神达到了惊人的平衡 伴着两行类 宋莲出嫁了 她原是当地的富商之女 知书达理学业有成 却因父亲去世 家到中落 被迫嫁到陈家当小老婆 陈老爷也有四个媳妇 大太太年老色衰 早已不过问争宠 只借身份正场子 二太太热情亲切自来熟 对宋莲呵护有加 三太太恃宠而骄 一身公主病 天天给宋莲使绊子 大家长陈老爷在片中 没有任何正面的特写镜头 只靠声音反而更能反衬其冷酷 树欲尽而风不止 封闭的院墙就像个致命的漩涡 让宋莲身不由己 一太太之间掐的你死我活 只为争夺老爷在房中的过夜时间 增加怀孕的几率 另外还能享受垂脚与点菜服务 陈家的规矩便是礼教的化身 将性和资源权力绑在一起 通过让女性内耗来瓦解对父权的冒犯 正当宋莲和三太太掐的兴高采烈之际 剧情却兜了一个大反转 原来真正的敌人是笑里藏刀的二太太 不但往三太太饭里放堕胎药 甚至还怂恿丫鬟扎宋莲的小人 这段的视听设计既克制又狠辣 丫鬟的房中满是灯笼 象征那渴望而不可及的人上人幻梦 仪式感本来就是张艺谋的强项 这次除了色彩 对空间的运用堪称一绝 大量院落的近身镜头 仿佛是裹在人身上的层层夹锁 灯笼在苏群的援助里并不太重要 张艺谋慧眼提炼 设计了点灯灭灯风灯等仪式 映照故事的发展与人物心境 当灯笼一排排点亮 鲜亮的橙红色 反而助长了大宅的恐怖气氛 再就是频繁利用视听错位 出轨的三太太被吊死 欢快的戏曲唱枪 伴随着宋莲发现尸体的全过程 令人毛骨悚然 神来之彼是三太太死后 宋莲点亮了她屋里所有的灯笼 三太太是戏子出身 在旧社会的价值体系里地位很低 而她却反而最有反抗精神 次年的春天 陈老爷又心纳了一房武仪态 眉宇间透着没有被毒打过的志气 而前任宋莲早已疯掉 穿着学生服在大红灯笼间 如行尸走肉般的夺步徘徊 大活动的高高挂在国内外大受好评 斩获威尼斯银诗奖 并梅卡尔杜提名澳外 创作力紧喷的张艺谋 延续着绝佳状态 她曾在采访中说 拍片没有长远的规划 脚踩西瓜皮跟着感觉走 一年之后又带了一部佳作 秋菊打官司 此前张艺谋多擅长写意 这次来了个彻底的土味原生态 全片只有四名专业演员 九成的角色由路人担当 接近大量运用偷拍 竭尽所能抹去人造戏剧感 呈现最真实的90年代乡镇面貌 很多时候巩俐甚至不知道摄像机在哪 只通过藏在大围巾下的耳机沟通 想刻意表现演技都逮不着机会 这是两个匠人撑起的故事 秋菊家因为规乱剑 与村长王善堂起了冲突 村长秉持政策就是不批准 秋菊的丈夫庆来一时气度 骂了几句狠话 直戳村长的心窝窝 村长恼了 抬腿一脚 重重庆来的命根子 这下伤害性与侮辱性都不小 秋菊和村长都是倔驴脾气 一个碍于面子坚决不道歉 一个坚持讨说法 芝麻大胆的事逐渐闹大 顺着公安一层层的上报调解 居然闹到了法院 撕了整整一个冬天 导演的调度很平实 充满烟火气 竟有巩俐和雷克声的体验派演技 火药味却丝毫不解 秋菊打官司 小故事 张友谋的野心却不小 彼时正值现代法治建设关键期 本篇借由秋菊的视角 呈现传统人情社会 与当代法治之间 若姬若离的复杂关系 村长降的是情理 认为自己暗张成办事 或许有些冲动 但总体狭不掩喻 拒不道歉 一是好面子 二是拉下了身段 往后不好管事 变相了服软可以 但对不起这仨字 绝不能说 而秋菊争的是法理 踢人的行为本身不对 当然要讨个说法 而这个说法又很难量化 恶不是为了钱 两边都有道理 又都有死穴 才会关公占秦琼 一地鸡毛 然而无论再怎么争 到了看劫上 林里的情意还在 秋菊难产时 村长不假思索的提供帮助 矛盾中透着善意本心的威光 结局非常耐人寻味 双方兵士前嫌 在瓦尔的满月酒席上 村长却被依法拘留 弄得秋菊一脸懵逼 等等 这不是恶想要的剧本 相途与法治两种价值体系 在悄无声息中激烈地碰撞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思路 是西宋 能不打官司就不打 一般由士绅阶层协调矛盾 但秋菊身上代表了一种 现代意识的觉醒 可这种觉醒也是有代价的 这部电影的精髓 恰恰在于他的混沌 并非那么质地有声 或者黑白分明 秋菊打官司是 巩俐演绎生涯的重大突破 此前在镜头上 大多光彩夺目 会给人颜值 盖过实力的错觉 这次毁容式演技 撕掉了花瓶标签 一个27岁的城市大姑娘 把陕西的农妇演活 一举拿下了 威尼斯影后的桂冠 1993年张导作品挂邻 除了给川婉 拍了一个锣鼓喧天的 小短片之外 只以联合导演的身份 参与了黄鼠琴 主导的画魂 故事聚焦于 中国最早的人体 艺术画家潘玉良 这也是巩俐 第一次接拍 其他导演的戏 连续几部作品 《匪声国际》 张艺某此时 已算得上世界名导 他如往常一样 在文学期刊上 寻找灵感素材 看中了青年作家 于华的短片先锋小说 《河边的错误》 本来已确定要拍 却偶然瞥见了 其上位出版的 小说青样《活着》 看完了改变主意 哥要先拍这个 于华老师当时也没想到 他后半辈子 会靠活着而活着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吧 活着是真正意义上的 民族史诗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 讲到了七十年代 把个人的命运 与时代洪流 绑在一起叙述 北方的一户 姓徐的地主家 少爷福贵 嗜祖成性 宰卖爷田不心疼 在对手龙二的算计下 输光了家产 老爹被活活气死 好在福贵 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家珍 膝下有一儿一女 全家靠着福贵的 皮影手艺勉强过活 当年正值解放战争 福贵和学徒春生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然后邂里糊涂 成了文艺工作者 为解放军唱皮影打气 几年后回归故里 与妻儿团聚 历经磨难方为人 福贵这才明白 平静生活的可贵 解放后 福贵一家 继续与国家的大势绑定 历经大跃进 文革 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 相较于华的原著 张艺某已经是收着拍了 尽可能为故事注入些温情 原著更是惨的一批 当然张艺某并非消费苦难 而是表现中华民族的 韧性与不屈 福贵代表的是 亿万普通老百姓 没有什么帝王将相 才子家人的愿景 也不懂时代大潮与哲学理论 好好活着就是信仰本身 比如家珍得知春生 被批斗后有轻生的念头 随进气前嫌 鼓励他活下去 这是千年岁月磨砺出的 独有坚韧品质 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 你得好好活着 活着是张艺某导演 声援的又一座高峰 并帮葛大爷拿到了 嘎那影地 我曾做过一期 活着的吸毒经典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出门又转 在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90年代中期全面推行市场经济 各行各业都受到大潮洗礼 电影也不例外 那些曾经的艺术大导 越来越离不开票房KPI的考量 行不行市场说了算 张艺末为首的第五代导演 抽离乡土题材 积极寻求思路转型 这时他一笔拍摄代号 每周报时成熟 尝试用类型元素包裹既有风格 力求改型而不丢魂 1995年张岛的生涯转型之作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诞生了 电影改编自作家李小的 短篇小说《门归》 听名字就知道 是个黑帮马仔的故事 背景设置在30年代的上海滩 乡下少年水生 去城里投奔 在黑帮当管家的六叔 六叔给自家孩子安排了个肥差 负责伺候唐老爷的二奶 上海歌舞皇后小金宝 通过水生的视角 去审视灯红酒绿 同时丑陋不堪的摩登大上海 小金宝继续由铁打御用 巩俐扮演 从村姑到表里表气的 公主并作女 转型幅度巨大 片中的每首曲子 她都自学自唱 唱的是刺了点哈 演员不能要求太高 外婆桥是以巩俐为核心的 大女主戏 讲述苦命少女 在民国乱世的身不由己 小金宝的矫情刻薄 只是保护色 本心仍是善良的 用最耳熟能详的童谣当片名 正是暗指被时代洪流夺走的童真 小金宝同时也是串联角色 一副黑白两道男性的群像 徐徐拉开 所有人都在利用这个游物女人 大当家唐老爷 由李宝田扮演 此番做了个靠子 藏凯森的造型 小墨镜一戴 笑面中带着阴损 与小金宝私通的二当家 由孙纯扮演 堪称张艺谋作品中 最令人难忘的一冠禽兽 虽然戏剧冲突感偏弱 但在张艺谋的出色调度下 外婆小有着不错的完成度 她并没有一味的渲染 黑帮恩怨纠葛 故意把大故事拍小 把剧情时间压缩在七天 彰显人性的复杂 影片结尾 唐老爷又将另一个童真少女 引上了贼船 许夏和当初小金宝一样的诱人承诺 被当成叛徒倒挂的水声 默默的注视着一切 这个让观众感到微微眩晕的镜头 肯定是故意的 黑白颠倒的花花世界 又一个苦命女子的轮回开始了 电影杀青后 张艺谋猝猝不及防 开了一个小型发布会 宣布与女友巩丽和平分手 七年感情就此终结 下次大荧幕上再合作 得等到十一年后的黄金甲 巩丽的退场 标志着张艺谋创作生涯 第一阶段结束 不久一个叫张伟平的男人浮出水面 他极大的影响了张岛 接下来的创作之路 张伟平出生于1958年 原是北京的一个普通药剂师 后伴随着90年代经商大潮下海 从事航空食品 房地产 医药等方面的生意 逐渐积累起不小的财富 算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 他和张艺谋最早相识于 1989年的一场饭局 其后数年保持着联系 张伟平对电影一窍不通 也没什么兴趣 1996年 当得知张艺谋找不到拍片资金时 主动出手相助 停掉了房地产项目 凑出了2000多万现金 给钱的时候 甚至不知道张岛要拍什么 这等于是千金买马骨 赔了算我的 不求实时回报 咱交个朋友 一年后 都市喜剧《有话好好说》上映 标志着影响花语影坛 十余载的二章时代开启 从调性上看 有话好好说 与张艺谋过往的风格严重不符 全篇手持镜头 没有一个稳的 故事开头 江文扮演社会青年赵小帅 追着摩登亮女安红 满北京乱窜 面对如此低质量舔拱 冷艳傲娇的安红 理都不理 翻了个白眼 尽职回了家 赵老帅薅住收破了的导演 就是一通神操作 前方是中国影史 Top级名场面 高能演技欲紧 安红 我像你 黄汉 安红 我像你 开篇不到十分钟 张艺谋便用自毁的方式 颠覆此前树立的文艺大导人设 为全篇定下了 轻盈的先锋荒诞份 这是一出争风吃醋 引发的闹剧 赵老帅对安红 死其外来的追求 引来前男友 叶总会大哥 刘德龙的一通海扁 其间路边的大叔 张秋生躺枪 省吃俭用 买的新电脑被砸烂 于是三个原本 毫不相干的男人 被搅在一起 展开一番复杂的利益拉扯 有的索赔 有的论理 有的报酬 原本挺简单的事 渐渐走向失控 大大咧咧的戏谑外壳之下 有话好好说 是一部颇为细腻的电影 两个男主经历了 截然相反的内心糊光 赵尔帅起初莫得理智 要将仇家物理剁手 唯唯诺诺诺的张秋生 后来却挥舞起了菜刀 欺负老实人 也得有个限度 电影卡司阵容 异常豪华 连打酱油的 都是赵本山 葛优等一线大腕 董立之后 首任某女郎 取引异常惊艳 这造型 这气质 放到25年后的今天 依然称得上 酷潮前卫 看似拍的随意 有话好好说 却极有野心 90年代 市场起飞的 一大副作用 是人心的不安 晃动的手持镜头 本身就是 时代焦虑的写照 所以会觉得 片中的角色 都像吃了伟哥般 亢奋躁动 电影上映后 国内外好评如潮 入围威尼斯主竞赛 张岛的这次突破 在艺术上是成功的 但国内市场的反响 并不好 4600万的票房 不够回本 加上宣发费 杂起杂吧 让张伟平赔掉了 1000多万 好在张总并不太在意 还专门成立 新画面影业公司 与张岛继续深度绑定 其后连拍了 三部薄利多销的 小成本文艺片 快速回血 其中仍然不乏 经典家作 1991年的 一个都不能少 改编自作家 石翔生的小说 天上有个太阳 讲述乡村代科教师 寻找打工学生的故事 张友谋进行了 大幅改编 将年纪较大的男主 替换成了13岁的女孩 一个刚小学毕业的女娃 带着一群小学生 人设上大大增强了 戏剧张力 上次秋雨打官司 张岛大量采用素人演员 这次玩的更加彻底 一个职业演员都没有 面试了两万多个孩子 全员本色 名字都没换 连村长 电视台长都是真的 13岁的女主 最终选择了张家口 赤城县的女孩 魏敏芝 据说面试当天 魏敏芝唱了一首跑调歌 在场的工作人员 都觉得凉凉 唯独老毛的剧眼 看出他身上的大胆率真 恰意角色 无缝贴合 干脆把跑调的情节 写进了剧本 你永远可以相信 张一某选女演员的眼光 水泉村小学的高老师 家中母亲重病 急需有人代班一个月 刚小学毕业的魏敏芝 并不会教书 但看在50块钱 带课费的面子上 活接了 临走高老师 只嘱咐了一件事 学多少东西不重要 但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很多孩子 小学没上完 就要出外打工 透过这个平凡的小故事 反映贫困村落的生存现状 为旅行对高老师的承诺 魏敏芝跟顽皮的熊孩子们 斗智斗勇 他性格执拗 连体校来选拔苗子 都死活不放人 但还是出事了 男孩张慧珂不告而别 魏敏芝只得踏上寻人之路 孩子们攒路费的部分 拍得非常有意思 不知不觉间 感情已超越了 那50块的物质回报 一个都不能少的责任 刻在他的心里 从没进过城的魏敏芝碰了不少钉子 他的执着最终感动了电视台长 在访谈节目中喊话 他说不出什么漂亮的词走 面对摄像机 只能表达最朴实的牵挂 我都找了你三天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张岛特别擅长塑造一根金饰的人物 可能他骨子里就是这样的性格 凭借一个都不能少 张岛拿到了生涯第二座维尼斯金饰 这个接地气的故事 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 观影人次高达500多万 电影上映让女主魏敏芝遇满全国 不免有些飘 张岛看出苗头后与其长谈 坦言他并没有太多表演天赋 娱乐圈太危险 踏实回学校读书才是正途 这次劝退是很明智的 魏敏芝淡出公众视线 顺利完成了学业 据说现在也过得很幸福 也导出了纪录片作品 另外张岛后来在拍摄地 真的捐建了一所水泉希望小学 既获了奖又赚了钱 还做了社会公益 一个都不能少 真是完美的项目 1996年又有一部新作 《我的父亲母亲》上映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红高亮的纯爱版 通过《我的视角》 讲述母亲昭地和父亲 洛长于相守一生的 相存爱情故事 趣事清新平淡 更加类似于影像散文 这部电影展现出张艺谋 对中华美学的深刻理解 中国人喜欢把感情 注入到物件上 比如发卡 织布机 青花瓷碗 都是母亲爱意的外化之物 片中这些日常物品 都显得闪闪发光 这都来自于导演的精妙设计 本片最大的收获 是挖掘了重量级华语女星张子怡 彼时她还是青春无敌的中系大学生 在三宝动人的BGM映衬下 再土憨憨的跑步姿势 也如仙女下凡般美好 我的父亲母亲入围了柏林金雄 最终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 全球600多万美元票房 其中五分之四 来自于海外票仓 这很大程度 归根于张伟平的商业宣发介入 在当时算是不小的突破 两天年底 张艺谋首次进军赫岁党 拍出一部都市清洗剧幸福时光 老摩子时隔12年 再度有莫言合作 根据中篇小说 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 这是个高概念的故事 讲述一帮下岗工人 帮一个无家可归的盲人女孩 活在温暖的谎言里 男主老赵由本山大叔饰演 全篇朴实幽默 草根气十足 可看作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姐妹片 分别从乡村和市井两个维度 呈现了小人物的坚韧与美好 不过故事的基调有些悲伤 不太适合赫岁党的气氛 只拿到了500万票房 便草草收场 进入新天年 张艺谋已是当仁不让的 中国头号大岛 圈内的资源予取予求 此时与张伟平的合作 正处于蜜月期 他号称不看剧本 不看账本 只要老模子点头就投钱 跨世纪要有跨世纪的格局 一部兼具艺术和娱乐的 中国式大片呼之欲出 无论是威望还是能力 都只有张艺谋够格 张岛心中一直有个武侠梦 起初想改编金庸或者梁宇生的作品 但各种原因未能成形 索性原创自己编 灵感取材于历史著名瞬间 荆轲刺秦王 当时第五代导演已经搞了两个版本 分别是周小文的秦颂和陈凯歌的刺秦 但张艺谋依然想拍出自己的格调 定名为英雄 这是华语影坛前所未有的大制作 幕后集结了王炸班底 张伟平和江志强联合制片 杜可峰 赵小丁摄影 谭顿负责配乐 黑泽民的运用和田惠美为服装指导 动作指导是陈小冬 连主题曲都是王妃唱的 台前的演员更是豪华版属星星 彼时秦王迎政的六国一统大业进入攻坚阶段 列国侠士对秦国的野蛮扩张十分不满 纷纷动起了刺杀秦王的念头 某天剑客吴明前来觐见 声称已干掉了秦王最忌惮的三位高手 长空残剑与飞雪 并详细描述如何得手 而秦王却有不同的看法 小样拿三颗人头就想忽悠我吗 寡人面前的烛火 感到了你的杀气 所以你才是最危险的刺客 英雄有些模仿黑泽民的罗生门 吴明与秦王分别对同一件事分析叙述 虚虚实实之间来龙去脉逐渐清晰 大殿之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原来吴明只是三大高手的刺杀输出终端 当要寄出致命一击时 故事却滑向意料之外的局面 英雄是张艺谋的一次突围 之前作品的视角多小而精 哪怕是活着那种跨年代的史诗 也是从普通的个体出发 而英雄扎进了历史大叙事 运用工业力量构建视觉奇观 堆人堆料 宏大仪式感爆棚 万千秦军狂喊大风时 遮天蔽日的剑雨落下时 都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英雄构建起自称一派的世界观 花里胡哨的同时赏心悦目 张艺谋对颜色的运用让人无话可说 不同色系对应着不同的境界 各种中国元素塞得满满当当 武侠 建筑 服饰 古琴 书法 山水画 十二狂放 十二灵动 观感绝佳 长空和无明扮着古琴的打斗 是中国影史top级的名场面 装逼到了一定程度就是艺术 可能是转型的幅度过大 英雄初上映时国内的口碑一般 甚至有不少恶评 两年前李安靠卧虎藏龙闪亮奥斯卡 引爆了西方观众对东方武侠的热情 好多人说老张同志跟风 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海外是很大的一块市场 电影毕竟是个强商业属性的东西 但跟风也分个三六九等 都是武侠 张艺谋玩出了和李安完全不同的调性 英雄投资三千万美元 在争议程中拿下了2.5亿人民币的票房 将中国电影推进了亿元时代 要知道2002年 全年的票房才十亿 他一步就占到了四分之一 国内还只是小头 英雄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张伟平赌上了轰炸式营销 诸如高调拍卖版权 包机宣传等 海外的总票房高达1.77亿美元 至今仍是华语海外票房记录的保持者 老外看得懂天下高山流水这些概念吗 想必是看不懂 连中国观众也很难全盘消化 英雄的厉害之处在于可深可浅 就算只是看张炫彩无比的皮 也是直张电影票 你要是想深琢磨也能扎出味来 悬疑叙事下 隐含着中华历史政治的运行逻辑 结尾历来饱受争议 秦始皇一直名声比较臭 张艺谋很有点为其翻案的意思 母民选择不杀 等于是认同他的天下观 当年能吼这么一嗓子还是挺少见的 起码拍出了始皇帝的另一面 长到甜头 二张组合继续深耕武侠题材 两年后拿出了十面埋伏 想复刻英雄的奇迹 故事背景设置在晚唐 彼时朝廷腐败民怨沸腾 反政府武装飞刀门 以杀父继瓶推翻朝廷为slogan搞事情 自然成为官方的心腹大患 长安奉天县有两大捕头 刘瑟尔和金瑟尔奉命追查飞刀门 查到了牡丹坊叶总会的盲女舞姬小妹头上 认为她是飞刀门前画室人柳云飞的女儿 于是金捕头乔装成江湖大侠随风 欲施美男计 以为泡个妞顺便完成个任务 怎料不但陷入情网 还掉进了一个卧底阴谋中 十面埋伏的票房不错 但收获了骂声一片 空洞 炫技 狗血等评语不绝于耳 我觉得电影本身倒不算太难看 只不过有些错位 它的内核是个现代爱情故事 刘瑟等了小妹三年 还不如金瑟陪她三天 坏就坏带套上了个古装片的壳子 那些花大价钱做的不仅道具 只剩下视觉美 并未真正的融入剧情 不让观众产生违和感 三个人的双重身份 也体现的不够drama吸引人 接下来张伟平继续掏盘 先把牛吹下 一部号称史无前例的大片 正在火热酝酿 其间张艺谋忙里偷闲 指导了一部文艺片千里走单旗 这次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 外籍老前辈当男主 年轻时凭追捕 远山的呼唤等作品 成为一代大众男神的 日本巨星高仓剑 老毛子也算是追星成功了 这是个简单动人的温情小品 家住岛国的剑衣 是中国民俗爱好者 尤其热衷云南民间的挪戏 得知自己肝儿晚期命不久以后 人生最后一个愿望 是看一眼老朋友李嘉明 表演的名剧千里走单旗 陈墨寡言的父亲高田 决定满足儿子的遗愿 只身前往云南丽江 为儿子录一段视频 一句中文不会说的老父亲 在导游邱琳的帮助下 终于找到了李嘉明 却发现他犯了事正在坐牢 高田也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倔脾气 总算说服了监狱开个绿灯 就当弘扬民族文化了 李嘉明也愿意帮忙 扮上了关公的行头上台 谁知刚要开眼 竟然在面具后面哭了 高田很能理解父子隔绝的痛苦 决定帮李嘉明找儿子杨阳 片中共出现了两对父子 这趟旅程治愈了 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 虽然是稳一篇调性 但千里佐丹琪的戏剧感 丝毫不弱 始终保有悬念 直到挪戏上演 才真正的释放 面具是一个内运象征物 人与人之间总是戴着面具 却往往忽视背后的真情 千里佐丹琪仍采应了 大量非专业演员 甚至犯人的群演都是真的 高仓健的表演内敛精准 无愧老戏骨的风范 两个月的拍摄 他与剧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影片花絮都看得人想叼眼泪 真是伟大的演员 在丽江过了一把文艺影 拍完立刻开始大项目 制片人张伟平口气很大 扬言对标指环王 片名几经更改 最终从皇朝的诗作里 则出名剧 定为满城近代黄金甲 这是一部从选角阶段 就热度极高的商业大作 06年时 周杰伦火得一塌糊涂 在年轻人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 张伟平大手一挥 情 再加上发歌与巩俐 两个老戏骨 为影鲜热 堪称国民纪大片 故事的人物关系 来自于曹宇的不朽民作雷宇 不过场景放到了 比民国还乱的五代十国 等比例模改为皇族纷争 并加大了动作戏份 保证娱乐性 五代十国天下大乱 后堂军官发歌 政变后当了大王 为确保王位稳定 与后梁政治联姻 引起了公主巩俐 后者为其生下了 二皇子杰伦和三皇子俊杰 随着王子长大 这个小国内部 渐渐不安分起来 皇后与非亲生的 大太子刘烨有奸情 刘烨又跟太医之女 蒋缠情不自尽 大王和皇后 陷入欲望与仇恨的互杀 看母亲有难 杰伦发动宫廷政变 硬刚父皇 一场睡来睡去 引发的内战打响了 黄金甲上瘾后 国内取得了近三亿的票房 再创引始新高 但评论界更加恶贫如潮 张一谋是个搞装修的论断 就从那时候传开 尤其那个结合了 唐府与18世纪欧洲贵族风的 己凶造型 更是被批恶俗 某些知识分子真是矫情 看饱了就骂厨子 过分 现在回头看一看 张导确实 兢兢业业的拍了一部证据 能用实景的尽量不用特效 华丽夸张的浮化道之下 是人性的腐朽衰败 所谓越美丽越堕落 主题和大红东楼高挂挂的 反父权反封建预言一脉相承 大王与皇后 携手写下忠孝礼义四个字 而讽刺的是 片中的人物 却连一个笔画都没做到 当雪淋淋的乱伦真相展开 把每个人都炸得四分五裂 几场戏的感染力还是不错的 她就是花巷上的那个女人 王后 你父王的原配夫人 这是真的吗 艺术家都是复杂的 英雄里肯定了王权的正面意义 而黄金甲又把王权彻底解构 黄金之国的上上下下 最终沦为权力的献祭品 但三亿票房并不符合张伟平的预期 海外票仓也是表现平平 总账一算是亏的 这部戏也成为二张裂痕的前兆 朱建伦虽然是被张伟平硬塞进剧组的 但他确实挺拼 绝大部分动作戏都亲自上阵 片尾的黄金白银大乱斗 更是拍到了几乎虚托 还附赠黄金甲和菊花台两首金曲 这笔投资花的不要太值 此后的两年 张伟谋将工作重心放到了08北京奥运会 我一个月前做过一个大型演出专题 大家出门左拐去找 奥运会后 国师之名不进而走 他也确实担得起这个名号 为忙活奥运 张伟谋近三年没有作品 这让张伟平很不满 毕竟公司人吃马胃得花不少钱 张岛压力山大 想找个快进快出的项目为合伙人解渴 急躁之下 拍出了翻车之作 三枪拍案惊奇 1985年张伟谋在嘎那参赛时 看到了科恩兄弟的成名作《雪迷宫》 留下深刻印象 现在赶压子上架 翻拍是最有效率的 于是想起了雪迷宫 200万美元买来版权 为了票房 张伟平坚持让风头正火的小沈阳单纲主角 旧瓶装新酒 再撒上把13香搞定上桌 剧情设定和橘斗有些像 西部的大漠有家麻子面馆 老板时代SM倾向的性无能 每天以折磨买来的媳妇为乐 后者与店里的伙计私通 一来二去动了谋杀亲夫的念头 媳妇从西洋人手里买了一把手枪和三颗弹丸 大家想到一块去了 老板同时也雇用捕快下手捉肩 各种巧合与误会 最终组团完蛋 三枪被拍成了家常版的二人传 悬念和笑料都不太够劲 孙后雷饰演的捕快本是剧情的催化剂 却被塑造成了面摊木乃伊 另外一件通奸引发的血案 愣是一场床戏都没有差评 这部电影的失败是必然的 二人传是很直给的喜剧形式 而柯恩兄弟拍的是惊悚黑色幽默 两者一混搭串了味道 强行塞入小沈阳 把前期的构想全盘推翻 老模子跟张伟平发生较大的冲突 张导还是屈服了 后来他也承认三枪砸了牌子 三枪拿到了2.6亿的票房 但导演受了憋屈 得拍一部擅长的文艺片回回雪 一年后拿出清新传爱片 山楂树之恋 根据艾米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文革期间 下乡的城里姑娘静秋 与勘探队小伙儿老三的爱情往事 风格跟我的父亲母亲类似 张伟某采用了去性化处理 原作中的亲热系全部摘掉 连个接吻的镜头都没留 让动荡随味的情感羁绊纯真到底 这次张伟某又为中国影坛 挖到了一棵好苗子 当时正读高三的和文女孩周冬雨 从几千个应试者中脱颖而出 饰演静秋 第一次见到导演本尊 周冬雨还以为剧组从上到下全是骗子 虽然演技一张白纸 但老模子一眼认定 他能吃演员这碗饭 招架点拨及进入状态 如今小黄鸭已是90后女星中的佼佼者 还是那句话 论挑选女演员的眼光 你永远可以相信张一谋 2011年张一谋协力作 《金灵十三差》回归 投资号称6亿 但访谈中导演坦言大约花了2亿 好莱坞班底加持 克里斯蒂安·贝尔算是当年 中国电影请来的最大腕了 筹备奥运期间 张一谋便读到了 颜格林的同名小说 随即买下版权 透过风尘女子的视角 审视南京大屠杀 让导演印象深刻 本来计划09年拍摄 但周期太长一直处于筹备阶段 改编时增加了抗日士兵等角色 将小调的命运杯歌 升格成大调的战争史诗 故事透过教会女学生 舒娟的视角展开 彼时日本还没有和英美斯破裂 神父庇护的教堂成了避难所 神父的现实原型 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 明尼·魏特林教授 南京陷落后 她竭尽所能保护战祸下的 中国妇孺 并记录了大量日军暴行 可神父的意外去世 让一切改写 去世策略上借鉴好莱坞范式 充分围绕约翰和玉莫展开 他俩的初始层次非常低 成长空间巨大 划出了两道特精彩的湖光 用现在的话术 约翰是个洋垃圾 秉承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姿态 对中国人的苦难 冷眼旁观 玉莫最初只想 带姐妹团尽早出城 伤女不知王国恨 在封臣女子眼中 是理所当然 而当一伙日军 侵入教堂 试图强暴女学生时 反而唤起他们心底的人性威光 约翰冒充神父 靠洋人的身份阻挡侵害 面对日军 骗女学生去做威安妇的阴谋 妓女们主动提出调包 代价是献出自己的尊严与生命 金林十三差 兼具了小细腻与大格局 教官佟大为的支线 是原创情节 士兵们以血肉之躯 对抗钢铁丛林 当弹尽粮绝 与敌人同归于尽时 教堂破碎的琉璃 映出了冰冷战场罕见的暖色 这次老毛子在色彩上拍的相当克制 反而形成了独特的悲壮之美 影片有不少细节值得玩味 身为入脸室的约翰 只会给躺着的人化妆 预示着风尘女子 即将到来的悲惨宿命 在郁默的感召下 这群沦落半生的苦命姑娘 将这首迷迷之音的代表 秦怀景 唱出了家国大义的韵味 精彩的《金灵十三差》 以六亿的票房 拿到了当年的华语冠军 张岛的风评又回来了 这同时也是张艺谋 张伟平二张CP的合作终点 从此二人分道扬镳 几年后甚至对部公堂 这段合作持续了14年 谁是谁非 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此后张伟平投资了一些 小成本电影却并不成功 而张艺谋辗转多家合作方 整体呈上升趋势 但也偶有败笔 后面张岛歇歇了两年 2013年5月成为乐视影业的艺术总监 9月开拍《归来》 语言歌林二度合作 改编自长篇小说《陆范烟石》 由于文革题材比较敏感 只截取冰山一角 也就是小说的尾巴部分 如此大规模的刘白很难拍 老毛子带着镣铐舞蹈 发挥的不错 掌控相当的含蓄克制 这并不符合他的以往拍片习惯 虽然看上去挺文艺 但归来却是个 类似初恋50次的高概念故事 男主陆范石50年代末 被打成右派 下放农场改造 20年后回家 却发现一直吃勤守候的 妻子冯婉瑜受到了刺激 得了失忆怪病 偏偏死活不及的陆范石 他成了家里的陌生人 陆范石只好和女儿丹丹 努力帮冯婉瑜恢复记忆 然而每一次短暂的成功 都化为泡影 许多年过去 陆范石只得化身他身边的朋友 每月五号的清晨 陪婉瑜来到汽车站门口 等待陆范石的归来 归来最有看透的是 陈道明、巩俐两位老戏骨 改编后实际是以冯婉瑜为中心 巩黄的表现堪称满分 在糊涂与隐刃间 传递出感人至深的真情 当年上映拿到了近三亿的票房 口碑也是相当的不错 同年张艺某与总导演的身份 推出了一部公益短片 探索山区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 形式很有新意 摄氏组给180个孩子 每人一台DV机 教他们拍摄自己的生活日常 孩子的家长大多在遥远的城市打工 为了谋生 一年甚至几年也见不上一面 孩子们可能没有什么拍摄技巧 但内容是百分百的原生态 受到一致的点赞好评 可谁能想到 两年后老模子却遭遇滑铁炉 拍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长城 我认为这是他的生涯最烂 最迷失的作品 他最常规的创作模式是改编文学作品 只要有文学打底 橙色一般不会差 而长城却源自传奇影业老总 托马斯图尔的一个念头 他在飞机上看到了长城 觉得很震撼就开始胡编 剧本成行在找导演 曾考虑过李安和姜文 最终投铁的老模子接受挑战 除了几张中国脸 幕后的班底几乎全来自好莱坞 特效交给了维塔与工业光摩 近沟通就是一大难题 老模子刚拍了没几天就一模了 据说在剧组里 托马星的四剑吵架是家常便饭 1.5亿美元的投资不可谓不大 请来了马特达蒙 佩德罗帕斯卡 维莲达弗等明星 再加上内鱼圈的一众顶流 打酱油的龙套都是镶着金边的 然而故事却水了一批 长城明明是一个厚重的历史地标 非得弄成奇幻设定 总结一句话 几个外国雇佣兵 加上中国军队联手打饕贴怪物 老模子想打造世界级的爆米花工业大片 过分重视特效的代价 就是角色降制 人设薄如纸片 完全经不起推销 有奶便是娘的顾应兵 竟被景田的几句片汤话感动 毅然投入了打怪伪业之中 内心递进是闹着玩的 艺术体操送命打怪法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长城的票房达到了11.7亿人民币 虽然破了个人记录 但我现在依然认为 这是张岛的生涯最烂 黄金甲的豪华装修 是为了衬托内里的败蓄其中 而长城的大场面 是没有灵魂的瞎造经费 像是张岛吃坏了肚子拍出来的 比三枪还离谱 此后张友谋沉寂两年 只接了几个文艺演出 2018年国庆党新作《影》上映 再次致敬偶像黑泽民 片名人直接画用经典著作《影舞者》 也都有替身的情节 不过视觉的呈现却大相径庭 场景设置在三国时期 准确的说是类三国 国民和人民都被置换 佩国的都督子虞被敌国大将杨仓所伤 为稳住政局 让长相酷似的替身靠子扮演 本人则在幕后遥控 并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 抑郁登上权力的巅峰 还有点沙翁宫廷剧的意思 邓超在片中分饰两绝 圈地自律 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为拍同框的戏生生饿了两个月 再通过后期合成 表现力还是不错的 他是个被低估的演员 只可惜他他妈的太爱当学兴了 张导刻意拍得像舞台话剧 让观众以绝爱人的眼光 去审视全谋斗争的修罗场 最突出的还是视觉风格 老毛子不愧是美术出身 这次干脆物理去色 浮化到尽可能采用灰调 营造水墨意境 同时角色的脸上保持肉色饱满 仿佛带着一张张人皮面具 动作戏是所谓的蝉翼武侠 大量运用高速镜头 这东西拍不好就成了假高级 张导把握得很好 让人意犹未尽 不过槽点也有不少 比如那个伪娘突击队 让人猝不及防 故事设置了开放式结尾 当店内发生君臣护士的惨剧 幸存的小爱发疯似的跑向门口 眼神流露出无限惊恐 门外有什么呢 导演并未明说 或许是另一个影子 影的故事并不难懂 只是讲述的方式稍显晦涩 6.2亿的票房符合预期 算是又把招牌立回了 进入2020年代 张导此时已70岁 谁能想到 他又回到巅峰期的年庚创作速度 甚至还抽空倒了一个冬奥会 2020年底 一秒钟几斤波折终于上映 故事的尺度非常小 脱胎于小说 陆范燕石前半段的一处情节 陆燕石的女儿丹丹 出现在一部科教电影中 她拖着老麦的身体 翻山越岭 去看大一幕上的女儿 张艺谋提炼出概念 二次创作 以文革为背景的温情故事 张艺饰演的张九生 因得罪了造反派被发配劳教 某天收到朋友的来信 说在英雄儿女开场前的新闻简报里 有一秒钟她女儿的尽头 张女生被判刑时 女儿才八岁 如今六年未见 不惜逃跑也要看女儿一眼 却没想到在路上 胶片被留闺女偷走 他俩一个没女儿 一个没爹 刚好凑成了后天妇女关系 除了伤痕文学浓重的叙事 一秒钟的另一大看点是光影情节 张岛就生长在六七十年代 那时娱乐活动很少 电影早已超越胶片本身 成为一种共同记忆 在荧幕前可以短暂的忘却生活的艰辛 礼堂里的几段戏 拍得又美又稳 和有些天堂电影院的意韵 2021年的五一党 张岛又带来了悬崖之上 尝试从未涉足的谍战类型 改编自几年前的热播谍战剧悬崖 人设近似但故事全新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占领东北 四名我党特工空降敌后 营救生化人体实验的幸存者王子阳 他是日军暴行的亲历者 在国际舆论的战略上意义重大 特工分两队前往哈尔滨 行动代号乌特拉 由于叛徒出卖 营救数次遇险 敌我之间的无间道开始了 悬崖之上就四个字 扎实工整 视觉上黑白极致的对比 突出冷冽残酷 但并不追求暴力美学 而是现实的冷硬风 构图严谨叽叙事沉稳 对气氛的拿捏举重若轻 比如汉奸枪杀我党义士的桥段 单用口琴声 就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有点西部往事那味了 怎么还能奔进雪腥味呢 近些年 张岛不在盲目的追求数字特效 能实拍就不而虚的 生生的搭出一条 复古哈尔滨中央大街 这是个好兆头 丰盛之后 最好的国产谍战片当之无愧 悬崖之上 在五一党逆袭干掉了你的婚礼 最终拿到11.9亿的好成绩 破了国师的个人内地票房记录 总算不再是长城了 可喜可贺 在导演冬奥会的间隙 张岛带上的女儿张默 共同指导了战争片狙击手 撤党一次后 决定征战2022年的春节 片名原为最冷的枪 聚焦抗美援朝 讲述冷枪冷炮运动中 一群狙击手的英勇事迹 有别于长津湖的宏大 狙击手的切入点很小 就表现了异常战斗 片中的时间与观影的时间基本同步 敌我双方都有优秀的群像刻画 主角大勇划出了精彩的成长曲线 外籍演员曹操是一大亮点 凭借过硬的品质 居守在宣发力度很有限的情况下 愣是靠着口碑实现逆袭 六亿的票房实属不易 当连长率队喊出烈士的名字 他们风华正茂 他们不再变了 张雨某的作品目前就这些 看国师精力旺盛的架势 这个履历片单还远未结束 扫黑锦匪片尖如磐石已制作完毕 近代定档供应 前不久刚刚立向了古装片满江红 单看片名便是南宋岳飞抗金的故事 据说悬崖之上二也在筹划中 节目看到这儿 你可能和我会有类似的困惑 张雨某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呢 大到万人方阵 小到纯爱唯美 甚至先锋实验他都能拍 尽管大众会贴一些标签在他身上 但张导的心中没有禁区 年过七十仍然经常跳出舒适区 挑战心理欲 实在是让人非常佩服 国师对拍电影搞创作 真是发自心底的爱 别人眼中的辛劳 对他而言是获得幸福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